这就是雷克萨斯的LC500 一台仿佛来自于未来的汽车 整个车身的尺寸比例受限于它的设计 我们知道它是一台前中置的一个跑车 也就是它的引擎是位于前轴以后的 那么它是一台混合动力的 同时它是一个Hybrid的版本 那这个Hybrid的汽车 它的整个电池是放在后座的 也就是在后座尾仓里面有一个50公斤的电池 包括它原厂的电瓶也是位于后置的 也是在后轴之后的 那在这样的位置使它的整个的视觉的重心 大幅的往后移 那我们从侧面看会看得特别明显 它整个的线条比例非常非常的完美 那么驾驶的位置 基本上是位于100%的一个纯中间的一个位置 刚好是前面50后面50 就刚好居中的一个位置 同时它整个A柱的造型 包括C柱 包括尾部的造型 门的比例跟轴距的比例 包括车高的比例 整个的演绎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完美的 就这个车是我接触过的罕见的造型上面 可以堪称为完美的一个跑车 那么我认为它在这个前中日里面 也就是说在引擎前的这个跑车里面 能跟它相提并论的 也就只剩下阿斯顿马丁系列了 当然FA是它的老大 那个我们就不用提了 从后45度看 同样也具有很强的一个冲击感 就它整个车身的造型 大量的运用了一个三角形的设计元素 这三角形的设计元素 比如包括它的这个尾灯 实际上它已是通过一个三角形来抽象的 包括我们的这个后面的这些 这些四块 这些角度的位置 包括这个小窗 大量的都是一些三角形的一些布局 实际上你仔细看也会发现 包括它的轮圈里面都渗透了一些三角形 或者三角形演变的一些元素 前年就不用说这是一个仿锤星的 是雷克萨斯一个家族的一个元素 那么它在这里面做了很大胆的一些设计 比如这样大量的一个镀铬的一个事件 包括这个中网的一个造型 都是带着很浓烈的一个设计感 那么大灯毫无疑问也是它的一个亮点 我们可以看到大灯也是有三角形的元素 大量的一些三角形在里面混合 就整个视觉从前面看过去的话 非常有张力 也非常有设计感 那么这个车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说 它敢于去把很科幻化 甚至很未来化的一些元素 落死落地到一台物理的工程车上面 我觉得这是它最大的一个成就 可能很多大家也了解 比如说在造型设计 包括类似外观 都很容易去看了一些比如说一些纪录片 可能在描绘这个在草图设计的时候 会天马行空的去设计一些很拉风 很炫酷的一些造型 但是真正的到物理样车落地的时候 它慢慢的逐渐的恢复正常 正常再正常 最后就变成了一个繁物 也就是大家经常听听乐道的 所谓的概念 范冰冰 落地 挪玉凤 这就是在汽车工程里面 它有很多需要妥协的地方 那么需要妥协的地方 我们总结其实也就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 它的这个造型设计过于前沿 那么它的受众一定会变窄 那为什么我们卡罗拉 为什么我们凯文瑞 它有这么大的销量 其实它与它的外观 它的类似设计中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那么第二点就是说 很前卫很炫酷的造型 它在工程阶段实现的成本非常高 也就是它很多开的一些模具 很多一些制程都非常的刁砖 都很难去实现 就基于这两大原因 所以我们会发现 非常炫酷非常漂亮的车 它永远是作为一个极少数的存在 那到这台LC500 我所知道的 可能深圳的话也就是一个个位数 所以它也是个很罕见的一台跑车 那么打开以后 我们会发现它的整个门板 它的那个类似的用料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车顶 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物理的 是一个纯碳的一个车顶 那目的也是为了降低它的重心 同时它的这个门板的骨架 包括类似板也是碳纤维的 这也是它轻量化的一个诉求 那么这个车除了这两个位置轻量化以外 那么它的整个引擎盖 包括车门的覆盖件 包括尾门 其他很多都大量的运用了铝制的一个材料 那我们进入到车内以后 直接按下钥匙 那么这个车就已经是一个启动的状态 那么它这个启动的话 没有我们传统发动机点火的一个过程 因为本身它是一台混合动力的车 就实际上它在启动的时候 只是让系统通电 那么这个时候 它跟一台纯电动车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那么我也可以把空调打开 那么空调的风已经来了 那么只是发动机是没有工作的 那么从类似 我们也同样作为一个汽车设计工程师 我们也可以说看到这样的类似也是 既是白杆交集 觉得冲击力很强 也觉得很大很大的无赖 就这个车的整个的设计 至少我认为从草图到工程实现 是基本上是完全能够落地的 那么我们不管从它的方向盘也好 还是整个门板 包括装饰钩 所有的这一切 你双眼可及的地方 都充满着强烈的一个设计感 那么这个有设计感的话 在我们的设计界 在汽车中国 尤其是中国汽车设计市场 我们大家知道这都不难 我们的ID 我们的造型设计都可以做出这样的品质 但是它拦就拦着它落地的能力 我觉得这个雷克萨斯 至少这个LC500这一台车 也是我见得比较罕见的 能够把强烈的设计感 落地到最后的工程车 甚至去批量生产的一个案例 比如说到我们的BBA 温尺宝马 奥迪 他们的旗舰 他们也有很强的一个做工 也有很强的一个工业设计 但是它从设计的一个 就是这个大胆 包括它的灵活性 包括它对一些特殊造型的应用 未来这个材 未来这个杆的营造上 我觉得跟这个车 都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异 比我们常见的 BBA系追求厚重的设计感不同 那么LC500 我认为它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设计大胆 那么从包括这个门板的 这个造型的这个弧线设计 以及这个非常有设计感的 这个开门沟 开门沟里面的手窝 我觉得这一切都做得非常非常协调 就在协调的同时 它非常有视觉的张力 就它不是为了设计而设计 同时这个设计出来的这个成品 也一点都不为何 就非常的和谐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央的手把 包括右边的手把 整体它跟左边还是一个非对称的一个结构 那么同样每个东西 我都感觉都是非常的新颖 就是给人一看 上这个车就是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但又不为何 又非常的和谐 我觉得这是它非常难能可贵的一点 那么我觉得它这些诉求的话 最后就是达到一个就是对我们对日系车的理解 包括原厂对日系车的理解 就是它一定是个轻松 惬意一个舒适的一个诉求 它不会去很强调工业化 但它很强调一些居家的一些特征 包括这个座椅也是 它整个的包裹 有一定的包裹 但它不是说像我们的运动车 宝马M 做的那么强的一个包裹感 但它会很强调它的一个造型设计 包括它里面的这些打孔的针皮 这些缝线的这些方向 这些缝线的位置 包括坐垫的长度 包括可调的这样一些感受 我觉得都特别像家庭里面的沙发 那么这个车我们知道 它的这个空间的话 也应该是一个B级车 标准的一个B级车的定位 就它实际上的空间 不管是从腿部空间还是头部空间 都非常非常的开阔 就这也是这个车 它在运动性上做不了极致的原因 我们以前也反复强调过 真是没有两头肩的 你强调舒适强调空间 它一定会丢失它的运动性 这个同样也是一个物理定理 这个是不可抗的 这个是一个很漂亮 很前卫的一个造型 但做一台车的交通工具 是它的第一属性 我们把它开起来后 感受这个车的体型 尤其在体型上的话 它会比较大 因为我们知道它的轴距 也超过两米八七 整车的重量更是高达两吨 那么做一台轿车来讲 是一个相对比较臃肿的状态 那么当然原厂也把这台车 定义为一个大型的豪华机体 让我们知道它是一个 Hybrid的一个定位 也就是满动动力 那么它有一台305V6的发动机 包括一个永迟的无电机 这整体的综合功率的话 达到了350匹马力 但是它整车 因为它整车的质量比较大 车型也比较大 所以它的整个加速的体验 来得并不刺激 官方给的加速的话是5秒 百公里加速的时间是5秒 那么这一套动力总成比较有意思的话 就是它是有两套变速箱的 两套变速箱就有一个三档的 一个模拟三档的CVT的波箱 因为CVT我们知道它是原则上是有五枪档 它给它模拟了一个三个档位的CVT 同时有一个四个档位的机械变速箱 就是一个4AT 那么这两个变速箱串在一起以后 可以实现一个十档位的 一个物理的变速箱 那么这就给这个车带来一个 比较新奇的一个体验 就是它换档的时候 会带来转速的跳跃 以及车身动力的一个冲击 这是感觉得到的 但是它冲击的时候 在换档的间隙 它的扭矩是不中断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 比如说把它打到M的一个模式 而且当时是6档 但我们这些捡档 我们会发现它捡到5 捡到4 每个档位都会有扭矩的一个冲击 明显感觉到 切换向左 急转弯 明显感觉到扭矩是在变化的 但是它在换档的间隙 它的扭矩是不中断的 这也就是说它在瞬间 电机是在补偿 这个AT波箱的一个切换的过程 这样的主动的话 在以前的车里面 是比较罕见的一个定位 也体现出一个一个萨斯 它做这一套混动的一个目的 我相信省油应该肯定不是它的第一个诉求 它还是为了体验 那么除了刚才讲的换档 没有间隙 但却保持了扭矩的跳跃以外 那么我们会发现 它的扭矩的响应 非常的及时 就在任何时候 补油中间是完全没有辞职的 那当然这也是电驱动应该有的一个属性 因为它本身也是一个 Hybrid的一个定位 所以它本身再加上它的发动机 也是一个3.5V6的一个自然进气的 再加上这个电机的扭矩补偿 所以说整个扭矩响应度是非常非常好的 比例感也很好 那么刹车这个是原厂的一套前六后式的一个多角色刹车系统 刹车的自动 包括它的线性度 自动距离都非常非常棒 这个也与普通的日系车的话 就形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异 我们可能认为日系车的这个自动是比较偏弱的 或者说是它一个比较软的一个地方 但这个车的自动的体验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么车身动态的角度 因为它这个车的这个 实际上它虽然也是配了一个碳纤维的车体 包括前引盖后盖 包括车身的覆盖件也都是铝制的 但整车因为重量过大的原因 体型也不是很低矮 所以它的物理重心并不是非常非常低 那么它的动态在加速和减速的时候 还是会表现出一些家用化的一些动态 比如说抚养的抑制 包括车身多余的一些晃动的抑制 这些抑制都并不是非常彻底 但是作为一个日系的定位 尤其像雷克莎士这样的定位的话 我觉得它的运动性已经是足够的 因为雷克莎士对这个车的运动的诉求 一定是以舒适为先的 包括它的声浪 就我们打到Sport Plus下的时候 它会有一定的声浪 这个声浪的话 也有一点点LFA的声音的特征 可能也是刻意在磨上它 但这声音都来的不刺激 它原厂的定位就是让你知道 我这个车有运动性 有声浪响应 有该有的回馈 包括这个变速箱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换挡 它的扭矩的跳跃 扭矩的波动是感受得到的 而且很明显 但它却过滤了换挡的动力的辞质 它把它过滤掉了 所以这一切的体验 就是它在营造一个 很愉悦的一个驾驶体验 就让你认为 这个车是一个运动的车 它该有的特征我都给你 但你不想要的特征 它都把它给滤除掉了 它这种定位 我觉得喜欢日本车的人 应该非常爱这个车 觉得它就不会要宝马 包括保斯基 那些很重口味的运动感 在旋软的系统上的话 也相对比较积极 原厂对这个车的旋软调教 也不是那么硬朗 这些都OK的 就符合它的潜在用户 对这个车的诉求 同时我们会感觉到 它的体积 这个整体的体积 刚才我们提到 将近2米9的轴距 它是一台大型的GT 感觉在弯弯一些 这声音比较假 对 那么在弯道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车 它也是标配了后轮水动转向 比如说你 尤其是你在一个转弯 或者一个掉头的过程中 那么它在初段入弯的时候 实际上有轻微的推头 此时的转弯半径是挺大的 但是当你切到弯中 切到1分之后 那么它的转弯半径 就迅速变小了 尤其在掉头的时候 会感觉到后半层 它的转向半径 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这个车 它的整个掉头的半径 是非常小的 就比普通车要明显明显的小 但它整个过程的介入 并不是实质性很强的 也就是它是一个 辅助性的性质 更浓一点 尤其是在后半层 我们会明显的感受它的存在 然后在初段的时候 它转弯半径的话 就没有来得那么敏感 LC500就是这样的一台车 它的受众一定是开过 德系日系美系 各种车都已经开过了 这样一个群体 它们对车的了解 非常非常的专业 它们知道一个车身的一个诉求 包括它的造型 包括它的动力总成 包括它的设计感 方方面面它们都有很强的一个积累 结果这个车的买家 一定是一个非常懂车的一个群体 它绝对不是因为简单的造型的一个炫酷 就决定要去买这一台车 那么它同时也代表 雷克萨斯在混动方面的一些尝试 虽然我们发现 这个技术上在工程上实现的并不完美 但是它整个的体验的话 我觉得还是算是OK的 更多的是在一个设计感 包括它的整个车身的造型 包括内饰外饰 整个都是一个日系车 我觉得是一个工业设计的 一个最高的成就 那么这台车一定是给懂欣赏的人准备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